从上海、贵阳、香港、台北、巴黎到蒙特利尔 从书画丹青、阴阳太极、企业形象设计到摄影 身为名门之后,历经大时代变迁的刘荣贤 大半生行走于东西方之间,沉浸于艺术创作中 以创新的摄影艺术理念极创主义 成为加拿大皇家艺术学院院士 近日,刘荣贤在蒙特利尔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分享艺海心得,畅谈中西方艺术的相通相逸之趣 什么叫做起状主义?就是用相机当画面 其实我90%的照片,甚至95%照片 都是放在自动上照的 照相的时候,要用手机来拍的心情去照 就是随手,随意拍 可是不是随便拍,是随意拍 其状主义的另外一个就是说 不要不求完美,让观赏者来跟你一起完成 倒和树是一个平衡东西 到了某一个程度,你倒太多的时候就需要树了 就是真的想表现一个东西,抓那个东西 还得要有点技术才行 你完全技术的照相的话就死掉了 所以你又需要有点感性东西 总是叫他们站状 人一定要有个中心点 自己的中心点 怎么去寻找你自己的中心点 他就是讲报求 站状要报求 你一报求的时候 这是源在这个地方嘛 你的中心点在这里嘛 你在你的身体外面 你怎么去站着稳的 直到你告诉他不是报这个源 是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把这个 这个地方的中心点移到你自己身体里去 用想的的,意念的 一想,人就震了 所以我就说你把自己中心抓住之后 你就不会,你就稳当了 你才做你的工作就行 我有学生他是心理学 跟他聊天,就讲太极权的时候 他说,对我太有用了 我们有一个传承的东西 我们文化久 外国他国防除了几个区域之外 国防像加拿大没有那么久 所以没有受那么多影响 他们有发挥的空间大 外国人的思想是一个半圆形的思想 他从来没有后面的观念 中国是个圆的观念 所以我们后面有爸爸妈妈教着东西 我祖宗,我们祖宗的 所以说我们很平衡 可是进步就很慢 就没有那么海阔天空准地去创作 我们很得意,很得意时 我是入食弟子 一入食就完蛋了 你被捆住了 尤其像我们搞艺术的 对艺术有兴趣的人 我们的吸收力 眼睛的吸收力非常强的 视觉非常强的 所以常常看东西 看多的时候 你就自然会在不受大影响 如果是诚意诚心诚意的 去创作的话 到最后 其实就是一张自己画像 中西这个艺术 是不是有相通的地方 有的 因为人爱美 爱美是从 这里面可是有眼睛去看的 就是人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不安全感 所以我相信美的东西 就是给人一个安全感 就是看着觉得舒服 然后因为你的环境 在每一个不同的地域 什么东西的区别 就美感的东西就不太一样 艺术是一种语言 一直认为我们要讲的是世界语 可是一定要带有相应的世界语 才会动人 话里讲 中西有共同的地方 可是形式上是不太一样的 中西文化讲世界语言 如果你讲的是图画 可是中间带着很多阳文 那不是真正的世界语言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